外出散步遇到爬坡就绝的吃力 看到椅子就想赶快坐下来休息 40岁过后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肌肉正在悄悄流失 肌肉的这个流失 会跟骨质的流失息息相关 那肌肉流失本身可以透过营养 透过运动 还有帮我们的慢性病控制良好 这些环节来做到肌肉健康的把关 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零化社会 研究显示 65岁以上国人每三人 就有一人会出现肌肉流失 不但会导致体力下降 还可能百病缠身 医师指出肌肉状况不佳 连带出现三高问题 也会影响心情 一旦行动困难造成长者失能 势必影响中老年生活品质 也会掉入体力不好的二循环 透过补充蛋白质 虽然能帮助肌肉合成 但却无法阻止肌肉分解 除了蛋白质之外 其实一些优质的成分 像是HMB这样的成分 其实他有一些研究也开始发现说 他其实可以除了减少肌肉的分解之外 也可以促进到肌肉的合成 想要增加肌肉量 得先帮肌肉打造一张保护网 要想从饮食下手 也得摄取足够含量 在营养补充的这个部分 可以从这个蛋白质氨基酸 乃至于HMB的这个补充来考量的话 在医生确认的有几少症这个族群 会建议的摄取量会到每天三克 强化肌肉质量才能拥有健康好体力 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 没事新闻综合办档